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下午会见了带团来到华盛顿 参加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特朗普说美中双方能否达成一个贸易协定 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将会有结果 但他没有提到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敲定最终协议的签约峰会的时间和地点 特朗普说如果是谈妥的话 这将是一个史诗式的历史性的协议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特朗普今年2月22日也曾经在白宫椭圆营办公室 接见带团参加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当时他曾经表示希望在3月底 能够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签约峰会 敲定最终协议 刘鹤本星期是带团来到华盛顿 是继续第九轮谈判 各方预期本轮的谈判是会形成一个意向性的协定 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签约峰会做准备 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刘鹤的时候说 他们是正接近达成协议 他们会看看将会发生什么 他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 但是距离不是很远 他们已经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虽然特朗普对谈判达成协议作出积极的表述 美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就提醒双方仍然有很大分歧 莱特·希泽说 仍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 但他们取得的进展的确超出 他们最初所想象的程度 他认为这样说是比较公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